AI生成的角色设计图解析度总是很低 还要一张一张裁切再转高清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AI生成影片总是要碰运气 好不容易生成一段理想的影片 却发现画质模糊根本没办法用 如果你也曾为这些问题抓狂 那今天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我会告诉你如何解决 还会教你如何用一张图片变成多个分镜 帮助你轻松搞定一部作品 嘿 我是忍者妈妈 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这一集课程由我的AI语音助理Tala来帮大家讲课 让我们一起欢迎Tala 大家好 我是Tala 我的名字一指星光 就像星星指引方向 我希望成为你智慧的光源 为你带来指引与温暖 在数位创作的世界里 时间总是不够用 小英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创作者 他常常需要使用AI生成角色一致的图片来完成作品 但AI生成的角色设计图解析度总是很低 还需要一张张裁剪后 再一张张转高清 费时费力 让他感到非常无奈 您是否也曾为此烦恼 某天 小英无意中发现了4D DigFile Repair 来到他的官网 下载试用 安装完成后 打开4D DigFile Repair 点选AI增强 这里可以将影片及图片增强 也可以将黑白影片及图片上色 他先尝试图片增强的功能 上传一张AI生成的角色设计图 这里有三种AI模型可以选择 通用模型 人列模型 降噪模型 小英选择了通用模型 提高4倍解析度 以质量为优先的增强模式 按下开始增强就可以了 完成后这里可以放大检视 两边对比 或是增强前后对比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小英还有很多张角色设计图要增强 一张张转高清 实在费时费力 幸运的是 4D DigFile Repair支援批量处理档案 小英点选新增 以次上传所有图片 选择AI模型 以及想要提高的倍数 选择以质量为优先的增强模式 设定档案自动汇出的路径 按下开始增强就可以一次搞定 不用再一直做重复的工作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是否也正是你所需要的呢 提高角色设计图的解析度之后 小英再一一进行裁切 就能训练自己专属的AI角色模型 生成一致性的角色 完成自己专属的作品 这边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没有设定主动汇出 返回主页前 一定要记得先存档 然而 小英觉得图片一张张裁切 还是太花时间 她想到 忍着妈妈在很久以前有教过 可以将图片转成影片 再从影片提取可用的影格 放到模型训练 也是一种方法 但无奈AI生成的影片解析度都很低 该怎么办呢 她灵机一动 打开4D Dig File Repair 选择影片增强 上传AI生成的影片档 这里一样有三种AI模型可以选择 通用模型 人脸模型 动漫模型 小英选择了动漫模型 提高4倍解析度 以质量为优先的增强模式 设定好自动汇出的路径 开始增强 这边需要一点时间 完成后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巧妇难为5米之吹 如果原本的图片或影片 就有画面崩坏的地方 转高清之后是不会修复的 这里的功能主要是在提高解析度 将朦胧美转成清晰的影像 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哟 小英提高影片的解析度之后 再将影片的所有影格转成图片 如此一来 每张图片的质量都得到了保障 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在制作分镜 就可以让一张图片 变成很多张分镜 让我们省下不少试错的时间成本 是不是很棒呢 小英有很多影片要增强 点选新增 这里一样支援批次处理 可以一次上传多个影片 一次处理完毕 接着 小英正在创作圣诞节的影片 手上刚好有一个适合的素材 但却是黑白的 该怎么办呢 打开4D Dig File Repair 点选影片上色的功能 上传档案 选择AI模型 提高4倍解析度 以质量为优先 勾选自动汇出 设定档案输出路径 开始上色 然后小英还使用了图片上色的功能 选择人脸上色的模型 轻松快速处理了她所需要的素材 让作品更加生动 这些功能是否激发了你的灵感 就在影片快要制作完成的时候 小英突然遇到档案损坏的情况 这让她感到非常沮丧 有什么快速恢复的方法吗 她发现4D Dig File Repair除了AI增强的功能之外 还有影片修复工具 点选损坏修复 影片 图片 音讯 文书档案等等 都有支援 小英借着这个功能 快速恢复了无法播放的档案 工作进度不再受影响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惨痛的经验呢 透过4D Dig File Repair 小英的创作之路变得顺畅无比 你是否也想让你的工作更有效率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想法与经验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